新冠上任三把火 新任移民局总监穆斯达法·阿里 自8月1号从反贪会副主席 调任为移民局总监后 就开始展开执法行动 第一次率队 穆斯达法就选择了补重视中心的夜店 连续检查了3间夜店的110人 当局最后逮捕了当中84名 没有合法证件的陪酒女郎 她们大部分来自越南和中国 另外还有三名雇主代表被捕 当局将援引移民法令 护照法令及移民条例调查被捕人士 穆斯达法·阿里表示 移民局将继续取缔 庇护非法外籍人士 及进行非法活动的夜店 若发现该场所有涉及卖淫活动 则会交给警方处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